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周深超级nice,有我想要成为的性格,对他的喜欢始于搞笑采访,然后发现好多喜欢的歌都是他唱的,最后忠于人品,真的是超级好的一个人。 先不提关爱粉丝尊重女性,很多明星也能做到,这是基本的要求,但是周深先生会帮助幕后人员收拾摊子,干一件事就尽全力去做,比如说他上综艺,明明一直都是个歌手,却还是表现出超级棒的综艺感。 很多内向的明星上了综艺还要别人cue,他却如此的有责任感,坚持接了工作就一定要做好,甩开包袱,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这一点。 有些演员有一种天赋,那就是童评,他可以把自己画进他演的人物里,那不是单纯的理解和感受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是把自己存在的频率调到了那一档,如此自然的成为了这个角色。 可又是以他自己的面貌成为的,而周深是有这种天赋的歌者,我也觉得他不管唱什么风格的歌都不违和。 可甜可咸可鲜可腰,可圣洁可暗黑,可暖可酷可柔可刚。 或许是他不把自己做签订,愿意去尝试和学习新的风格,广度扩展了同时,他的情感和深度还能够保持和进步,就很厉害了。 我觉得他并不自卑,反而在很多时候他相当自信,有时候看见他在演唱前的紧张,那也是来源于他对舞台的尊重。 如果没有自信,他就不会合约到期之后拒绝很多大公司泡来的橄榄枝,而选择了艰难数倍的成立个人工作室。 歌手节目的过程当中对他选歌质疑上四起的时候,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歌节奏,彩排前一天不满意编曲极限换歌打拉崩巴。 乌克兰球学期间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自己的想法学习音乐。 在我看来,一些人所说的,他的自卑是对音乐的一种惊异求精的态度,以及面对他人的谦逊。 还有,从小因为声音特别,他人给他带来的伤害让他不那么的自信了,可以说他在某些情况之下是不够自信的,但他绝对不是自卑,否则他不可能一路走到现在。 他自己也说了,蒙起面他会更加放得开,我认为他所说的放得开就是放开了把自己想象成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去演唱。 其实我作为女人也很喜欢他要儿子时候温柔抚媚的歌声,真的没在哪个女歌手的身上听过这种声音,但他应该是潜意识地抗拒的,但没关系啊,无性别感的声线我也很喜欢。 我深肯定对自己的唱歌能力感到自信,但他之前确实是有点不够自信,现在就好多了,其实自卑呢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任何人都会有自卑的情绪,就是看多少了。 他能够走到现在一个很强的原因就是,我深能够永远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而且他对自己的认知是很清楚的,我深之前自卑,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外在,现在随着外在的提升,逐渐不存在之前的问题了,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能力和唱歌的方面是有绝对的自信的。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宿》,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